欢迎来到阅读雷达发现令人惊艳的书籍 探索丰富多样的阅读世界 今天我将为您解读一本全新销售的书 副标题是说服他人从改变自己开始 在我们的一般认识中 销售通常被理解为向他人推销商品或服务 试图让对方购买 然而根据本书的作者看法 销售不仅仅是卖出物品 更是一种说服和打动他人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任何需要打动他人的情境中 都会发挥作用 无论是实体商品还是抽象的观念和意愿 都属于销售范畴 例如创业者想要说服投资人 投资他们的项目 或者员工想要说服老板 给予更多资源以实现新的尝试 这都被视为一种销售 在工作中 每个人都会面临必须说服他人的时刻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事业的发展方向 取决于我们打动他人的能力 即作者所称的销售能力 销售能力强的创业者 通常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 有助于公司的发展 善于说服领导 为其提供更多资源的人在职场上 更能游刃有余 那么 如何提升打动他人的能力呢 这本书将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是美国畅销书作家 丹尼尔·平克 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50大思想家之一 擅长发现商业趋势 这本书是他于2012年出版的作品 当时 平克发现服务正在成为经济生活的核心 每个人都在进行销售 在他看来 每个人天生都有打动他人的能力 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技巧 并不断提升 销售能力不仅可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 还有助于社会的发展 今天的解读分为三部分 首先 我们将了解书名中全新销售是什么意思 以及为何作者说 如今每个人都在进行销售 其次 介绍成为全新销售人才 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最后 我们将探讨在实践全新销售时 哪些具体技巧 值得我们关注 全新销售 按照作者的说法 是指非传统意义上的销售 而是一种打动他人的能力 通过打动他人来获取资源 从而使我们的工作更顺利进行 这被认为是取得事业成功的关键之一 让我们从两个人的例子中 看看传统销售和非销售的销售之间的差异 第一个人是乔·吉拉德 一位美国汽车销售员 他曾在一年内卖掉了1425辆车 平均每天能够卖出三四辆 吉拉德有一套销售新法 称之为吉拉德250人原则 即每个人的社交圈大约有250个人 吉拉德认为 只要让其中一个人喜欢你 从你那里购车 他将你介绍给自己的社交圈 即那250个人 吉拉德将客户发展成为介绍人 即那些引导新客户来购车的人 对于他们 他提供几十美人的介绍费 吉拉德认为 他所销售的不仅仅是汽车 还包括他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生活圈的关系 他注重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 拉近彼此的距离 他以优雅的谈吐与客户交流 关注客户关心的话题 比如客户度假的地方 吉拉德还会主动给陌生号码打电话 了解对方的车型 和是否计划更换车辆 将对方纳入自己的潜在客户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人 他叫丹尼尔·平克 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 某一天他有了一个顿悟 对销售产生了新的理解 他回顾了自己最近两周的日程 发现自己说服了一位杂志编辑 放弃一个无聊的选题 说服一个朋友 帮助一家公司调整经营思路 还让一位票务代表 调换了他原本靠窗的飞机座位 这些看似杂乱的事情 却反映了他花费大量时间 说服他人进行资源交换 他发现自己每天所做的事 实际上都是一种销售 虽然传统销售会花费大量时间 说服别人付钱 但作者在说服他人时 寻求的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回报 如帮助他们改善工作和生活 作者通过与编辑讨论选题 与朋友一起帮助公司经营 不仅是在帮助别人 也在扩大自己的事业和资源 比如他让票务代表 将靠窗的位置换成靠过道的 这样在飞机上更加方便行动 或许我们更熟悉传统销售 比如购买高价物品时 销售人员会加你的微信 以保持联系 然而作者认为 像吉拉德那样的传统销售 更为常见 而像作者这样的非销售销售 似乎较为罕见 但是作者告诉我们 实际上非销售的销售 比传统销售更为普遍 通过调查 他发现人们不仅高度重视 打动他人的工作 而且会投入大量时间来进行 7000多名美国职场人 参与了他的调查 他们大约会用40%的时间 来说服和打动他人 这意味着 他们每小时将花费24分钟 来进行非销售的销售工作 虽然调查参与人数有限 但这一比例令人担忧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 会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打动他人呢 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人表示 说服和打动他人 对他们个人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他们的生计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种能力的高低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都在从事打动他人的工作 作者提出了三个 推动这一现象的因素 在当前社会 创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 职场人需要不断进行跨界拓展 而教育和医疗保健行业 也在蓬勃发展 对于创业者或其周围的人来说 创业意味着不得不充当销售的角色 随时随地都在推销自己的商品或服务 与此同时 创业者还需要四处寻找商业合作伙伴 与供货商谈判 以及定期激励员工等 为了取得创业成功 创业者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 来打动与其相关的各方 随着创业精神的普及 创业者的队伍不断扩大 有人曾预测到了2020年 美国劳动力中的大多数人 都将成为创业者 在中国 根据2021年三季度 中国小微经营者调查报告 中国个体工商户的数量 已突破1亿户 全球范围内 创业者的数量不断增加 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 在花费时间说服他人 然而 并非所有人都从事创业 对于职场人来说 想要在工作中表现出色 很可能需要掌握两三种技能 例如 现代营销人员 不仅需要掌握营销知识 还需要具备内容创作和创业能力 以打动用户 使自己的工作产生价值和意义 同时 他们还需要懂得数据分析 以从用户行为变化中 找到努力的方向 作者指出 我们生活在一个扁平的组织 和动荡的商业环境中 其中死板的技能受到惩罚 而灵活的技能受到奖励 这意味着 那个依赖一种技能完成工作的时代 已经成为过去 越来越多的公司 要求员工具备一专多能的能力 能够在不同领域中灵活跨界 大部分技能 需要通过打动他人来发挥 作者举例介绍了一位 名叫瓦莱利的陆地生态学家 他在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工作 在向客户推荐专业服务之前 他必须先打动客户 有些行业的从业者 在本职工作中需要打动他人 比如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 这些行业的人 会花费大量时间来打动他人 帮助对方变得更好 同时也能充分感受到 这份工作的价值 例如 老师在课堂上的任务 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包括说服学生 投入时间和注意力来获取知识 医生也需要打动患者 吸引他们主动参与治疗方案 因为患者比医生 更了解自己 这种互动方式 能够更好地促使患者康复 在过去几年中 全球新增劳动力 主要流向教育和医疗服务行业 尤其在美国 这两个行业已成为 规模最大的就业部门 在当今社会 不论通过何种方式谋生 都涉及到销售 不论是向同事解释新项目 向新客户介绍业务 还是争取领导的预算 实际上都是在进行销售 在许多人的观念中 销售员和销售这一行为 可能并不备受推崇 当我们在街上遇到一个 自称销售员的陌生人时 很可能会产生警惕 下意识地与其保持距离 认为他可能想要向我们 推销某种产品 这种印象在社会中很常见 通过调查 作者发现当美国人 听到销售或推销时 脑海中浮现的词汇 大多是负面的 例如急于求成 狡猾和不诚实等 然而作者认为 我们对销售的负面印象 并不是由销售员个体引起的 而是源于信息不对称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 许多行业中存在着 卖家和买家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 卖家拥有更多的信息 例如在购买二手车时 卖家对车辆的状况 了如指掌 而买家只能凭外观判断 这种信息不对称 导致买家必须提高警惕 因为销售员关心的是业绩 而不是买家的利益 如果买家不幸遇到欺诈性的销售员 由于缺乏维权渠道 他们只能承受损失 从而形成了销售的负面生育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信息不对称逐渐消失 买家掌握的信息和卖家一样丰富 而且有了反击不良卖家的手段 在这个时候 需要担惊受怕的人 不再是买家 而是卖家 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 卖家为了生存 不得不展现出更加诚实 开放和透明的特质 在这一时期 卖家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比拼水更加真诚 开放和透明 例如 美国的卡马斯二手车公司 每年能够售出40多万辆车 他们公开所有车辆的信息 销售价格固定 消费者无需讨价还价 销售员的业绩 与车辆售价无关 他们的任务是 解除消费者对车辆质量的担忧 这种销售方式 主张诚实 开放和透明 成为新时代销售的佳作 因此 全新销售 即说服打动他人的能力 成为事业成功的关键 这种新型销售方式 比传统销售更为普遍 因为互联网的普及 打破了许多行业的信息不对称 那些依赖信息优势 操纵并欺骗买家的行为 现在已经不再行之有效 在信息对称的时代 采用诚实 直接 透明的沟通方式 是更好的销售实践 那么 在信息对称的时代 如何成为全新销售人才 更好地打动他人呢 接下来 我们将了解 作者总结的几个基本素质 分别是内外和谐 情绪浮力 和头脑清晰 这些词汇听起来有些奇怪 而且相当抽象 实际上 它们各自对应着一个问题 内外和谐指的是 我们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情绪浮力是 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拒绝 头脑清晰 则是帮助他人 找出他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我们逐一来看 首先 看看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 作者建议退出自己的视角 理解对方对问题的看法 以及所处的环境 即我们常说的换位思考 在书中 作者介绍了许多换位思考的方法 其中有一个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 来自亚马逊公司 在重要会议上 亚马逊的老板贝佐斯 总是会留出一把空椅子 象征着有顾客坐在那里 这种做法提醒与会者 顾客是最重要的 在做决策时 要时刻站在顾客的立场去思考 考虑他们的想法 愿望和担忧 换位思考 和他人和谐相处 是打动他人的必要环节 在现代社会 我们无法强迫别人 接受某个观点 或采取某种行动 因此理解他人是更好的 说服他人的观点 理解对方的立场 并不代表 对方会接受我们的观点 然后 面对拒绝时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每个人面临拒绝的反应 可能不同 有些人会将拒绝视为失败 甚至否定自己 而有些人 无论遇到多少次拒绝 依然能保持乐观和坚韧 作者认为 能够在面对拒绝时 保持坚韧和乐观情绪的人 具备一种叫做 情绪福利的素质 当我们试图打动一个人 但很可能被拒绝时 这种素质能够帮助我们 在正式说服对方之前 我们可能会感到一些害怕 和缺乏勇气去面对 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做法 是给自己一些鼓励和打气 告诉自己能够做到 然而 在这本书中 作者介绍了一种 更为有效的方法 即自我提问 自我提问是 情绪福利的一部分 还有两个构成要素 分别是积极 和乐观的精神 自我鼓励 能够让你感到振奋 但自我提问 能够提升你的表现 比如 如果明天你需要做一次 重要演讲争取支持 但你知道 可能会有人拒绝你的提议 这时 你可以问问自己 我能讲得很好吗 如果你对演讲的内容 非常熟悉 在回答问题时 可能会自我提问 并给出建议 例如调整语速和语气 自我提问的好处 在于它能够让个体自我改进 想要成功地打动他人 除了内外和谐和情绪福利 还需要头脑清晰这一素质 即帮助他人发现未意识到的问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一个人只要能够明确自己的问题 并寻找解决方案 就不难找到答案 举例而言 当你决定购买相机 或者计划海边旅行时 在网上可以找到大量的评测和信息 然而 有时你可能并不清楚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在电器商店里 如果你告诉电源 你要购买吸力最大的吸尘器 而另一位电源多问了一句为什么 你的回答将影响你对电源的印象 一位电源只是配合你的选择 而另一位却通过问题了解了更多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个多问了问题的电源 更有可能打动你 让你记住这家商店 并且愿意再次光顾 作者在书中指出 那些能够发现新机会 也懂得一时不能成交也没关系的人 可能会获得更丰厚的奖励 因为现在重要的 不仅仅是提供解决方案锁定交易 更是能够发现新机会 并懂得灵活应对的人 最后 从实践的层面看 影响销售行为 成败的能力有哪些 作者认为 在试图说服或打动他人时 能否在开场时 吸引对方的注意力非常关键 在信息过在的时代 人们的注意力被争夺得十分激烈 如果不能在一开始 就引起别人的关注 你的说服 可能在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 因此 使用一些引人注目的画术 变得至关重要 作者在书中 分享了他多年来收集的画术 比如将观点浓缩成一个词 以及使用提问而非陈述 更具说服力 例如 如果有一个犹豫不决的朋友 你可以通过提问 促使他深度思考 自己寻找答案 在这些画术中 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是故事画术 这段内容介绍了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成功的故事方式 及六句话故事结构 一位前皮克斯编剧称其为故事密码 认为所有皮克斯电影都包含这个结构 作者通过电影海底总动员的剧情 来解释这个结构 从前有一条鱼叫马林 他的妻子过世 他爱他的儿子尼墨 每天他警告尼墨大海危险 但尼墨游到了开放水域 被潜水员抓住成为牙医的宠物 马林为了拯救尼墨展开旅程 最终实现了父子团聚 并认识到爱取决于信任 故事的开场非常关键 使用这套画术能够简洁表达 使故事更具说服力 精彩的开场虽然重要 但并不代表最终结果符合预期 作者以销售员吉拉德为例 他运用画术了解客户需求 但在交易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意外 传统的销售手册 在信息不对称时期较为有效 但在互联网时代 整体环境更加复杂 卖家难以预测用户的疑问 因此 作者提出一种即兴的方式 即跳出剧本 灵活发挥 即兴发挥并不是混乱无章 而是基于一些基本原则 其中之一是听取对方的提议 成为即兴发挥的基础 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打动别人 尤其在复杂的环境中 卖家需要灵活应对 在他人提议时 我一直在倾听 然而 深入思考后 我意识到可能低估了这一观点 作者指出 很多人在别人说话时 以为自己在倾听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们的反应更类似于等待 倾听意味着将注意力集中到对方身上 而等待则是将注意力分散 一边聆听对方 一边思考接下来要说或做什么 甚至有些人连等待都不愿意 研究人员发现 在患者向医生描述病情时 医生通常在前18秒内 打断绝大多数患者的发言 导致患者难以清晰表达自己的情况 即便是像医生这样 靠打动他人为生的专业人士 他们也难以真正做到专注倾听 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 思考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倾听 书中提出的建议是放慢回应速度 例如当有人告诉你一则重要信息时 应稍事等待后再做回应 而非立即回话 通过这样的倾听方式 我们能够更快地意识到 对方的拒绝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伪装的体 或许这听起来有些抽象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 比如在为一家慈善机构筹集资金时 如果你希望妹夫能够捐献200块 他可能回答 对不起 我没法给你200块 如果你不仔细听 可能会误以为他在拒绝 然而 如果我们放慢回应速度 让信息在大脑中沉淀片刻 或许会发现他并不愿意捐这么多 可能想捐少一些 或者他可能会说 不行 我现在给不了 这同样是一种提议 如果他认为现在不合适 我们可以询问他什么时候更合适 一旦改变了倾听方式 我们就能够从拒绝中听到各种提议 然后根据这些提议 调整我们的回应方式 推动对话 此外 要打动他人 最后一个关键能力是服务 无论我们是从事传统销售活动 还是非销售的销售 服务都是至关重要的 服务不仅仅是在看到顾客时微笑 或者按时将外卖送到 服务的深层含义在于改善他人的生活 进而改善整个世界 服务被看作是打动他人的生命线和最终奥秘 或许有些研制过早 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例来理解 在放射科医生这个相对孤独的职业中 工作环境让许多医生对工作失去了兴趣 业务表现也因此受损 如何重新激发这些医生对工作的兴趣 使其表现更出色呢 书中介绍了一位以色列医生的做法 他安排了300多名患者拍摄了CT扫描片 随后 一些同行被邀请来评估这些CT扫描的结果 这些医生并不知道他们参与了一项实验 实验开始时 每张CT扫描片的旁边会自动显示患者的照片 当放射科医生评估扫描结果时 他们会看到这些患者的面容 特纳发现 医生们在看到患者照片后 对扫描片进行了更详细的检查 注意到之前未发现的异常现象 例如 当一个人因摔断胳膊而拍X光片时 放射科医生可能在胳膊附近 发现一个无关的囊肿 这是偶然发现的异常现象 在81张扫描片中 医生们都识别出了异常现象 然而 实验并未在此结束 几个月后 同一组放射科医生被再次邀请回来 重新评估之前的81张扫描片 这一次 患者的照片被省略了 结果 医生们只能识别出其中20%的异常现象 实验的结论是将患者视为具体的个体 而不仅仅是陌生的病患 放射科医生在看到患者照片后 展现出更高的识别水平 这不仅因为他们更加努力 还因为这些照片让他们从日常工作状态 转变为为患者服务的状态 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具体 对患者更具同理心 从而提高了工作质量 实际上 不管我们试图说服或打洞谁 向他们销售什么 总是涉及到一个人或一群人 有时 工作中的专业性会使其变得抽象且疏离 我们可以借鉴特纳医生的实验 从日常的工作状态 切换到为他人服务的状态 这样做并非为了彰显自己的善心 而是为了更好的完成工作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总结如下 在作者看来 销售不仅仅是出售商品 更是一种说服和打动他人的能力 作者将这种新型销售 称为非销售的销售 发现这种销售方式 比传统的更为普遍 在当前每个人都在进行销售的时代 掌握这种新型销售 是成功事业的关键 也能提升我们在工作中的价值感 在打动他人时 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质 如内外和谐 情绪福利 头脑清晰 此外 一个优秀的说服者 能够在开场时吸引对方 通过正确的倾听方式 能够发现那些伪装的体 打动他人的终极奥秘 在于服务 通过改善他人的生活 来改善整个世界 这是服务的生命线 关于如何有效地打动他人 书中还有更多的技巧 建议阅读电子书 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已被介绍 有效地打动他人 通过也是 一样的